来到千阳有一样美食您不得不品尝 那就是大肉泡 在这里非常的有名 那大肉泡究竟好在哪里呢 千阳大肉泡用的是酵母发面膜 切小块 将肉其他配菜放在碗里 浇上大肉清汤烫碗 再浇上清汤以及卤汤 我发现这个羊肉泡牛肉泡和大肉泡不一样的 就是大肉泡它是最后浇了一勺热汤 羊肉泡牛泡是要一起煮的 对对对 那这个是什么汤呢 露汤 高汤 就是卤肉的汤 调料都在这个里面 需要调料 那您家最地道的味道 秘诀也就在这个汤里 就在这个汤里 这个汤有多少年历史了 一百多年吧 哇 这一碗大肉泡看起来可真是实惠啊 符合咱陕西人豪放的性格 你看这里面有肉 有馍 还有豆腐 还有粉条 这个香味已经飘过来了 先尝尝这个馍 这个馍啊 因为是发面馍 所以它吃起来比较柔软 符合就是各种牙口的人 不像这个牛羊肉泡馍呢 它这个馍是死面馍 很硬 而且这个蘸了汤汁以后还是很入味的 再尝尝这个肉 煮的也是非常的烂 很入味 而且这个肉啊 就是你单吃也会非常的香 香味已经完全进入在里面了 汤啊 闻起来也是非常的鲜 喝了还可以暖身子 真的是鲜香爽口 这一大碗吃下去啊 太实惠了 用咱当地的话来说就是 叠一碗那是相当的过瘾 千阳大肉泡吃的是百年卤汤 炖的猪肉 喝的是大骨熬的肉汤 到王田科这里已经传到了第六代 骨头汤 香卤肉 其香鲜美 同走无期 千阳城里他们家卖大肉泡 没人敢开第二家 这个切的是什么肉啊 肘子 肘子肉 你来尝一块吧 尝一小块 就是不加任何调料 都非常的入味好吃 不仅是放到汤里 单吃都很好吃 相似以为就是包括盖子 肚子 肠子 耳朵 这都可以 骨头只要 你要是拿一块 给你可以 往外里面加一块 肥瘦搭配 喜欢什么就搭配什么 喜欢吃啥 咱给发啥 所以说这也是咱们千阳大肉泡 独特的一点 对对对